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絕地訓練營第二季最後一集 那必須要來個厲害主題 那就是我們這次的金字塔與法老的奧秘啦 看到大家對粉絲團提出了非常多的疑問 那今天瓜肉小教官就來帶你進入一個全新的奇幻世界 看完這部影片基本上你就可以了解這次古代法老的秘密 那一樣話不多說直接看下去囉 Let's go 暗黑天空夜露來臨 古代法老神威降臨 金字塔有一堆物資 法老王座就在這裡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個古代法老的秘密 首先到大廳可以發現遊戲模式增加了一個古蹟奧秘的新模式 不多說直接進去看看吧 首先大家會看到在出生島的天空會有一尊大神像 還有壯寬的金字塔漂浮空中 進入比賽打開地圖可以發現地圖上分布著三座金字塔 還有一些金色的小柱子 那肯定一開始就要進入主軸 於是我們就直接前往金字塔飛 可以看到金字塔我們爬上二樓可以發現金字塔的入口 走進去不免數肯定會有一些物資 再來可以看到小地圖下方會有一個倒數計時的時間 各位要趕在倒數計時前到金字塔裏解開謎題獲取物資 總共會有四個遊戲 首先介紹神秘九宮格 這個神秘九宮格的破解方式 是需要將所有的格子變成藍色發亮的球 必須讓它全部發亮 打完成後就可以發現人物角色變成一個狂妄的狀態 並且受到法老的詛咒 就可以去開右邊的寶箱拿取物資囉 第二個遊戲我們來到神秘三輪盤 這個神秘三輪盤的破解方式 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三個圖標 只要將這三個輪盤轉到黃色顏料的方向 就可以受到法老的詛咒 就會變成木乃伊了 基於法老的遺物 同樣也可以去右邊開寶箱拿取物資 第三個遊戲神秘四卡牌 破解的方式一樣看到右下角圖標 必須由左至右將它依序點亮 完成後受到法老的詛咒 同樣可以去寶箱領取物資 也會變成木乃伊啊 第四個遊戲就是神秘謎題 基本上你只要對絕地求生日有一定的熟悉度 就能插一對謎題 所以破解的方式就是你對遊戲的了解 那一樣受到法老詛咒 寶箱領取物資 那到主機時候大家可以發現 哇金字塔飛起來了 這時候的三樓大門就會打開 我們就可以進來推王了 進來後我們需要先激活BOSS 一共會有左右兩個裝置 分別激活後就會出現一個BOSS 基本上直接打頭就可以損耗BOSS大量的血量 建議開背景瞄準會比較準確 那BOSS這邊會有一些技能 比較常見的就是 直線指向的傷害技能 但其實稍微往左或往右就能躲開技能了 到後面BOSS血線較低時也能看到範圍技 這邊建議如果第一次單人推王的朋友 可以帶幾個醫藥或醫療包來彌補 未能順利閃躲技能的事物 中間會有一道光環進入後可以恢復血量 那寶王推掉以後會有一個高級寶箱 裡面的物資非常的豐富 也能夠媲美空頭箱甚至更好 那最後就是這些地圖中的小柱子 這些小柱子可以讓出奇不想在金字塔 就開戰的求生者也能體驗到金字塔中的小遊戲 所以裡面也跟金字塔裡的遊戲一樣 那大家在問的法老王座呢? 嘿嘿自己去尋找看看吧 上一集的絕地訓練靈就有出現囉 有獎真達來囉 問題 請問你喜歡絕地訓練靈第二季 總共10集中的哪一集 並說明為什麼 最後可以接近觀賓字的觀賓型 在我們節目中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Gua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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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